欧拉提出了欧拉定理之后 很多人都很配 但是也有不服他的 好同学们 现在就让我们和欧拉一起来迎接挑战者的挑战 来看一下第二条题 下一图呢是一个公园的平面图 这是一个公园的平面图 现在欧拉呢和挑战者二人分别同时从A点和B点出发 也就是说A点是欧拉吧 B点呢是这个挑战者 然后呢两个人要以相同的速度走遍所有的街道 也就是说要把每条边都走一遍吧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最后要求目的地必须要是怎么样 回到C点 如果允许两人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 可以选择最短的路线吧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如果能够一笔画 我就选择一笔画的路线 对吧 我就尽量不要重复走 能不能理解 好 现在问谁能最先到达C点 好了 那么这道题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图 有了刚才咱们前面那么多的铺垫 那么多图形的学习吧 我们相信现在很多同学看到一个图 下意识的反应就去数一数这个图的什么呢 基点和O点的数目吧 主要是什么 基点 主要是基点因为咱们讲了O点就是打酱油的吧 咱们来数一数到底有几个基点 首先这个F点是基点吗 不是 这个F点看一看不是基点吧 出来有两条边所以它是一个O点 好来看C点 C点老师画圈了说明是什么 G点 说明它是基点对吧 一条边两条边三条边对吧 对 所以是一个基点 那么C点是基点 那么和它对称的这个A点呢 也是基点 对吧好继续E点 嗯 O点 O点 B点 O点 O点 B点 O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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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点是一条边 两条边 三条边 四条边吧 嗯 所以从B点出发 周围一共延伸出四条边 所以B点也是一个 O点 O点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图有两基点 一个是A点 一个是C点 C点 那么它可不可以一笔画 可以 可以笔画 而且它要一笔画 必须从哪个点出发 从A点出发 从A点 或者是从C点出发吧 咱们讲 要一笔画 必须要是机起 机中吧 从一个基点出发 到另外一个基点 结束 结束 能不能理解 这是两个基点一笔画的一个基本要求 咱们之前总结的叫做 机起机中吧 嗯 好了 那么一旦找到这么一个条件之后 那么下面这条题就比较简单了 O啦是从A点出发 对吧 对 挑战者呢 是从B点出发 那很明显 谁比较占便宜啊 O啦 O啦 为什么 因为O啦可以一笔画吧 对 对吧 O啦可以每条街道都不重复走一遍 就从A到C了吧 嗯 但是B点出发 是肯定不能一笔画的吧 是 不能一笔画就意味着 必须要重复走一些边 能得理解 它有一些边必须要重复走 才能够保证 它也能够 这个到C点吧 嗯 对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非常轻松解决了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通过这道题的分析呢 发现这个途径只有两个基点 从一个基点出发 到另外一个基点出发 可以一笔画 对吧 嗯 所以呢 O啦是可以一笔画的 但是从B点出发挑战者 是不可以笔画的吧 对吧 所以你发现 这个挑战者虽然不符 但是呢 还是比不过Ola 因为Ola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笔画的性质 叫做Ola定理吧 嗯 对吧 好 这道题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呢 好 听明白之后来看一看老师的 东方秘诀 一笔画出有诀窍 人通图形数几点